感染退伍軍人症的孫明陽 留院12日後出院 她說很感謝馬院醫護人員的悉心照顧 又多謝同僚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 她說自己的健康情況 相信可以完成餘下的任期 都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每晚在家裡進行洗肚治療 我就在明年一月初 就會上班 完成我餘下的任期 環有神衰竭67歲的孫明陽 兩個星期前到東莞旅遊之後 發現感染到退伍軍人症 一度要入住深切治療病房 衛生防護中心 在她的政府總部辦公室的洗手間水龍頭 取走的水釀本中 發現有退伍軍人病菌 香港文字記者 廖靜文 報導